因为昨天柯市长有说 陈时中部长这边是不懂市政 然后说蒋万安在立法院 盯了你两年是蚊子盯牛角 想问你怎么看 我想柯市长就要下任了 那把他最后几个月的事情做好 就能够表示他有尽责了 那进来大家对于陈时部长会多所质疑 那我想他也应该有适当的回应 因为前一天有发了一张抱小孩的照片 是不是想要对这个蓝音指扣说 您不会抱小孩做一个澄清 对你非常的敏锐 确实是这样子 有些事情就是无声甚有声 我没有去阻挡怎么会有阻挡 那商界人是其他的商界人 都有很多的试过 都觉得说如果直接去购买的话 都有相当的困难 因为疫苗的一个贩售 在国际上面他都是在紧急授权使用 一般他不跟商界人直接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进行 所以是其他有经验的在告诉实际所有这样的困难 有关于清冠一号是我们国人之光 在中医之光我们中医药研究所 大家的努力之下 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 可以帮助很多COVID-19的病人 王毕胜我当然会有见过 那当然这些相关问题也会有所讨论 那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应该以国民的健康为最大最前的优先 讲官安有提到说就是这个长照政策 他还是继续批评 然后说您在部长任内 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不会2020年被监察院纠正 然后还说北市府在就是六都之末 您应该要负责 会不会觉得他批错对象 对象应该是北市府才对的 对我想他应该要把这个逻辑把它弄清楚 然后第二个也要弄清楚 那时候监察院纠正 长照的失能的分析 跟我们身心障碍里面是不是失能 身心障碍里面重大伤病 是用伤病的概念在分析 那我们的长照的分析用失能 当然方教说你有生病 你不见得会失能 所以这两方面在双方的学者里面 一直多所讨论 我想蒋委员应该会了解事情 不是看了一个报告 内容都没有看 我想像在当立法委员就有一点失职 因为他毕竟他还是要质询 相来的卫福部要该怎么样来做